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瑞波阿伯 阿伯阿伯 又欢迎来到每礼拜三的 行销人职场生存指南系列 你会不会觉得常常在投放Facebook广告的时候 都有一种成功不必在我 或者成功根本不在我的事情 这种感觉发生 就是作为一个广告投手 其实你可以控制的东西说真的并不多 一个广告的最后的成效好与坏 其实往往在那个创意 在那个素材本身 如果非常好的广告的创意素材的话 其实你闭着眼睛投 都有可能有非常成功的结果 但其实广告素材很烂 不管你怎么投 不管你怎么优化 不管你怎么在那边塞Lookalike 到最后那成绩都可能很烂 所以我常常都说 就是行销里面有一款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知道行销就是沟通 影片行销我觉得就是一个重中之重 今天如果你要做好电商的话 拥有好的影片广告素材 那就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东西 对于男人来说就是一个法拉利 对于我们做电商来讲是一个好的广告素材的话 就觉得太开心了 就可以赶快去投放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史上我认为最成功的广告影片 在网路上原生的这种广告影片 不是电视喔 因为电视的广告影片跟网路上的 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将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一支影片 是我认为它成功的结合 我们传统的直销式广告行销 跟非常有品牌味道 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 它在里面运用了传统广告的 就是如何让人家大开眼界 然后如何的说服 如何有Cold Action 如何去拟评你的疑虑 对不对 然后再一次Cold Action 非常完美的结合 然后又非常有品牌的味道 就是它拍的质感 它拍的内容 非常酷 然后又让人家想要看完 又能够传播 因为它非常的有趣跟好笑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样子的广告片 它是怎么做到 我们来看它的结构有哪些 或许你就可以抄这样子的结构 然后让你的影片的制作公司也好 或者是让你的影片团队 按照这个公式打造一个能够爆红的影片 那我们来看这一部 好 所以第一段呢 它就用一个非常非常的酷 虽然目前为止你还不知道它在卖什么商品 可是用一个独角兽再大便 马上就能够抓住你的吸引力 然后有个王子 穿着英式风格 然后再吃这个冰淇淋 独角兽大便的冰淇淋 就会让你觉得 这个影片好像没有趣 我想要继续看下去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前面 用了一个非常成功的hook 勾引你进来看这个影片 那在这个他们的制作里面 曾经还有另外一个影片呢 也是类似的概念 就是一开始烤肉 非常这个juicy的这个牛排烤肉 在这上面烤 然后烤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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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发现 这个人在做梦 然后看了自己现在正在烤的那一盘肉 整个都烤焦了 然后瞬间一个神跑出来了 他说我就是烤肉之神 这影片好像超有兴趣 就想要看下去 所以影片开头的前10秒到15秒 用一个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有趣的梗 去吸引观众想要继续看下去 这个是决定一个影片 能不能够成功 超级重要的关键 如果你的产品应用的场景 是在一个很尴尬 或者是很恶心的里面 这个团队特别厉害 他们拍了两个产品都跟便便有关 他们很擅长把这个恶心的场景 隐喻成一个很开心的场景 比如说另外一个影片里面 他们拍的是一个女孩子 然后在上厕所在唱歌这样子 变成一个歌舞剧 等等类似的内容 所以如何把一个场景做转移 然后做隐喻做比喻的方式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手法 那额外的好处就是 它会变得更有创意嘛 像这个便便变成独角兽的便便 然后变成全部都是彩虹 然后全部都是亮粉的 这个冰淇淋的感觉 就变得很可爱 所以同时降低了这个观看者的不舒适感 同时又增加了他的这个创意的地方 尤其是你后面所有的影片 都围绕在前面的这个hook 开始发展下去的 所以前面有一个好的hook 后面所有的故事的说明的方法 都会变得更有趣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但是你知道谁酸酸酸? 你也是 那是因为当你坐在柠檬上 这股脂肪就会均匀 而阻止 便和Jerry 会均匀 会均匀 那是个问题吗? 我不知道 是个险虹是个问题吗? 因为坐在这个角度 可能会有险虹 险虹、疾病 和其他东西 真的吗? 在这里他非常的精准的代入 你会遇到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好的hook 次来之后马上就告诉你 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好我们在上厕所的过程当中 然后会如何的不顺不顺 然后这个大肠 因为这样子卡住 还是小肠卡住等等 然后会造成什么结果 会造成排便不顺 会造成痔疮的产生 他说痔疮是不是问题? 痔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当然透过影片的这个动画 就非常的让你看就懂 对齁 原来我排便不顺 就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非常的精准把问题代入 这会给你最好的泡泡 确实是 我不是说你狠狠和鸡胶女士 我就是说每个人 Kink? Unkink? Kink? Unkink? It's simple science 可以把这架子拿出最后 你能不能把这架子拿出 你能把这架子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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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花太多时间在架子拿出 这架子拿出 你把这架子拿出 你把这架子拿出 它用很简单的图示 就告诉你说 人在弯曲的时候会卡住 然后把脚抬高一点的时候 就会打开弯曲卡住 打开弯曲卡住 它非常简单的就告诉你 这个东西其实解法非常简单 然后就马上把他产品 Introducing the Squatty Party 就马上把他产品介绍进来了 对不对 然后接着呢 在讲这个科学原理的过程当中 展示他如何工作 如何解决你的痛点 马上有一个非常强力的保证 就是说你的排便上车手的时间 会从不顺的 比如说100多秒 然后瞬间减少一半 变得非常的顺 如果没有的话 就money back guarantee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保证 他把solution带进来之后 马上丢给你一个非常强力的保证 让你觉得 这个东西一定会对我有帮助 一定可以解决我的痛苦 这样对不对 继续看下去 aplop plop baby maybe your saw from squeezing out solid globs of rocky road The Squatty Potty gives you a smooth stream of ro-yo That glides like a virgin swan plus when you're done it tacks neatly out of sight Thanks to its innovative patented design Truly a footstool fit for a constipated king 好 같이跌这里马上呢 他就可能会有些人怀疑 Nou那这个一個这个椅子放在 这个厕所之增 是不是很卡 他马上告诉你说 哦没有他可以收到 完美的收藏到这个 马桶的底下 所以你在頭腦裡面產生了一絲不確定懷疑的時候 它馬上就告訴你說 欸 這個沒有問題 OK 繼續看下去 所以這裡就是這個影片的第一個 Code to action Code to action就是傳統銷售業明令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你不可以只是介紹你的產品有多好有多好 但是最後你都不叫人家採取行動 不叫人家去買 不叫人家去加到購物車 不叫人家去下單付款等等 所以在這影片裡面第一個 Code to action 在1分50秒左右就出現 它說只要你會去上廁所的話 你就需要一個這個 Scotty Potty 然後直接點這個連結去訂購 所以如果你已經聽到這邊你覺得 沒錯 OK 夠了我想要買的話 其實這廣告不會浪費你太多時間 他們所拍的廣告都有一個蠻大的特點 跟傳統我們會認知的廣告不一樣 就是它非常的長 這個影片一共2分53秒的廣告片 在傳統的理解上面是難以置信的 所以他們也意識到這一點 他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加入了 就是提早加入了第一個 Code to action 讓那些覺得我這樣的資訊就夠 可以訂了的人可以馬上去採取行動 那有些人會問說 那這麼長的影片不會不好嗎 其實他們的邏輯是這樣 只要這個影片是有趣 就不會不好 因為對我們來講 你在看這個影片 它裡面用了很多笑話跟比喻 其實是真的還蠻有趣的 所以看完三分鐘 其實時間一下就過去了 那跟文案的邏輯也是一樣 文案沒有什麼短的比較好 還是長的比較好 沒有一定的 那就是無聊的文案就是不好 有趣的文案就好 那就是跟影片的概念是一樣的 And if you don't trust the prince How about your doctor Shark Tank Heft Post NPR Men's Health Howard Stern He poops from his butt They're all crazy about the Squatty Potty Not to mention the 2000 Amazon users who gave the Squatty Potty 5 stars Including the author of this moving haiku Oh Squatty Potty You fill me with endless joy Heart leave me empty 那他叫完你去這個買東西之後 他馬上想說如果只有我講的話 或許你不會信 他馬上又加入了可以讓他的信任度更高的元素 比如說報章雜誌媒體的報導 讓你相信 這個東西不是只有他在說而已 然後你就會真的去購買 甚至他還說了亞馬遜的reviews 有這麼多人 因為在美國大家都認為亞馬遜的評價是 至高無上不可造假的 雖然現在有的時候也是有造假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亞馬遜的這個credit還是蠻好的 他可信度還是蠻高 所以要把Amazon review也放在這個裡面 我在他們的兩個影片裡面都看到他們 不斷的引用亞馬遜的評論 So order your Squatty Potty today I'm not saying it will make your poop as soft as this cookies and cream But I'm not saying it won't Squatty Potty 好 這邊是他第二個coded action 又來了對不對 然後就說 你記得趕快去訂 然後我沒有說他會讓你這個 像這個soft cookies and cream 一樣這麼的soft 但是我也沒有說他不會 在提示你他的好處 同時又綁了一個 就是叫你去下訂單的這個動作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那所以在最後結尾的地方呢 他就幫他的產品下了那個tagline The stool for better stools 那stool就是小椅子 然後stool是大便 所以剛好用了一個很聰明的雙關語 就是一個讓你能夠排便更順暢的椅子 這樣子 然後接著就ultro就是 所以上廁所再也不會跟以前一樣 就代表說會更smooth這樣子 所以這個影片是我們精選出來 然後想要介紹給你 然後這個裡面的formular 從一開始的一個超級強烈的hook 到把這個problem intro進來 然後給你一個solution 然後第一次的covid action 增加可信度 再一次covid action 然後到最後的outro 這樣子的formular 那是你可以運用在你的 電商的廣告影片上面的 好 那希望這個 今天的影片對你有些啟發 有些幫助 我們在下一個影片再見啦 拜拜 那跟電影的概念一樣 跟男生 頭髮的長度也是一樣 這幫我剪掉 有成形象 先剪掉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好 好 好